很多老铁还不会测310V电压 这个视频我们就来教大家怎么样测试这个组电压 我们知道310V电压在开关电源电路当中 是一个相当关键的组电压 从这个指标当中可以反映出这个电路的正常一幅 那么310V电压在哪里呢 在这个开关电源电路方宽图当中 我们正点就是在桥色整流堆 与开关间体管之间的一个电路 也就是滤波电容器的两端 在实物图当中 就是这两个滤波电容器的上下两端 就是310V 好下面我们来演示一下 直接插入管胶膊 要测试这个电压必须借助于这个测试神器 以确保安全 这样就预示着大电流短路 这样可以保护我们的耳磁伤害 直接插入这个开关电源的插头 把万能表的这个功能档打到直流电压的1000V 这个档位 然后我们红表壁接地 黑表壁接正极端 直接搭载这两个电容器的两端 此时测出来的电压 就是310V 相当精准 OK 你学会了吗 更多的电路支持 请持续关注每一等 也可以点击每一等的个人主页 下面小黄车 好 下次再见